唤醒成都这座古城是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就走进那里 看看那里的前世今生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 是今年7月份才新开的成都东华门遗址公园 这里的开放时间也和其他的公园不一样 开放的时间为周二到周日 周一停止开放 遗址公园分为体育场馆内外两部分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看外面的这一部分 内部现在没有对外开放 一座繁华城市的中心 地下发现了一座古城 古城像跌罗汉一样 先民们一层一层的建城 这样的地方在这座城的历史上 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那一定会是这座城的中心 这就是成都这座古城地理位置上的前世 这里从考古发掘以来 发现了自秦汉三国 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 穿越了2300多年 21个朝代的文化遗存 这些蕴含的丰富的历史 有力地证明了成都2300多年 城市不变 成名不改的城市格局 这里通过模拟展示的方式 经由回田保护之后 在遗址的上方 以相似的材料和工艺进行复原 仿佛我们又梦回到了千百年以前的历史场景 透过楞绿的草 这后面是明代蜀王宫东部广场遗址 地处王府中轴线 道路于东侧次级道路之间 为专切的地面 这是复原的 原先古遗迹的位置 是在地面的下方 已经进行了回田 蜀王府的主人 为明代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春 朱春是有名的贤王 被朱元璋称为是蜀秀才 深受朱元璋的喜爱 所以他的王府也是高于其他藩王王府的规制 有这样一句话是最好的佐证 天下藩王为蜀王府最富 草丛这里的地下面 是一处随代的护体遗迹 这处遗迹是前一段时间 我专程给朋友们拍了一个视频 摸河池护体的遗迹 鹅卵石铺城 明朝蜀王府修建的时候 就回田了一部分 摸河池在摸河池的上面 建了蜀王府的一部分 虽然被回田 但依然还是找到了 随代摸河池的影子 随代拼花石子路遗迹 这种随唐时期的拼花石子路 在南方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摸河池的辉煌在唐宋 所以在这里也发现了宋代的拼花石子路遗迹 较为复杂的团花图案 又是一处非常罕见的唐朝庭院 这处唐代庭院遗迹有500平方米 我们摸尼从院门走进来 正对的是正房 左右两侧为左右相房 进到院子里面 在这里还有一口水井 这处唐五代庭院遗迹 它是井陵摸河池岸边 院落里面的排水沟 这样的架构 这一档规划 都是在考古发掘中所发现出来的 然后进行原形模拟出来的 房屋柱子下的石墩 从这个石墩我们就可以看出 当时这个房屋架构是怎么一个形成的 这就是唐五代时期房屋的架构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老的房屋在农村里面 也有这样的建筑的方式 不过和那个时候可能又有了许多的变化 一层一层 两千三百多年 二十一个朝代 这里城市的建筑都埋藏在地下面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明朝的一个地方 明代蜀王宫 水道 塔道一己 这排青砖看起来历史悠久 布满了沧桑 是否就是古代青砖呢 这种青砖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砖 要长要厚 红砂石的条石 条石里面是青砖 蜀王府中的一个水渠 现在我们下到了明代水道的下面 这里是整个遗迹中的一大亮点 因为眼前我们所看到的遗迹 它是以明代水道为原状展示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能真正了解到蜀王宫的真实的一面 在地下埋藏了数百年 依旧保持了原有的结构模样 这也是明代规模最大藩王府中极罕见的水上宫殿 当时在考古的发掘过程中 河道的底部 溺土层中还残留有一座木架构的建筑 推测可能是水泄之类的 现在我们每走一步的下面都是历史的痕迹 水道中的底岸最外层是红砂石 红砂石的里面是青砖 可见就这么一个水道建筑都是这么的严谨和奢侈 青砖与青砖之间 一石灰钩缝 红砂石上还刻有左右等字样 自然中的建筑都带有历史感 透露出的是王宫的奢侈和富贵 不知这就是历史所遗留下来的 还是考古过后恢复过来的 水道 桥墩已挤 桥体已经不存在了 只剩下了两岸的桥墩 像是王宫中的狼桥 蜀王府是朱元璋给他的儿子朱春所修建的 是在前后蜀王宫的旧址之上 和填平后的摩河池之上建的王宫 所以在蜀王府的下面 有五代十国时期和隋唐宋摩河池的遗迹 当时的蜀王府有这样的形容 蜀王府的园林精致优美 亭台楼械 小桥流水 鸟语花香 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这些遗迹已展现了成都唐宋时期 阳一一二 明清时期的西兰都会的历史辉煌 有学者评述 在世界范围内 仅有一大利的罗马遗址 和埃及的亚里山大古城 可与成都这座古城与之比肩 现在这周边有天赋广场 四川科技馆 四川省大剧院 四川省图书馆 成都博物馆 等等众多的标志性的建筑 成都城的中心 遗址公园的外侧部分 我们就看到这里 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这里曾经是四川全新足球队的主场 曾经的雄奇口号 文明全国 就在这座足球场下 2013年发现了秦汉至明清2300年历史的文化遗存 一直到现在 那里面都还在考古 现在那里面还没有对外开放 也是东华门遗址公园的一部分 一生生雄起 唤醒了体育场下 沉睡的成都古城